好 接著到下一套 咪前 或者我們事前在談要講之前 其實是對名字 我聽了N那麼多個名字之後 我說 蛤? 為什麼會叫甜蜜杜妻的呢? 那日文原名嗎? 咪咪咪在這裡 因為日文原名裡面是食字的 它可以做天真與閃電 亦可以做甜蜜和杜妻的 真名是天真與閃電 不是 因為日文的杜妻就是閃電 中文版的譯名 中文版的譯名是天真與閃電 食字 不是 必必至少有個杜妻的 或者是閃電 出了七刊的港男生的Good Afternoon 年載 當然 你說 這位作者 大家奇怪 起初我以為這是不是專畫家庭向的東西 語音Kidda 原來不是 他很喜歡畫男士和男士之間的妻美愛情 就是BL 但問題是 因為我看完名字 我聽了很多名字之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都是不喜歡看事前後 我就直接衝進去看 不用看Wiki 我進去之後 我一開始就發現 原來是一個白兔糖的故事 一開始就有點confused 是說 甜蜜杜妻 那她老婆在哪裡 那些人也有說過原作也不頑皮 但是這套在整季之中 被人感覺到 動畫化之後 比原作更昇華的一部 在日本那邊 很多人說 完全感動了 有些人說 第一次說 真的是飆眼淚 第一次說哪個眼淚 我不是說 第一集如果飆眼淚 那你如果有那個感受 應該會飆眼淚 有嘛 你屬於黑暗細 你這麼多 你別跟我的第一反應 已經差很遠 我都不出聲 真的 你良知和黑暗陣型的分別 你要明白 你要清楚你自己的定位 你明白 其實早之前我沒有想看這套 然後韓馬唐說 今季這套又好看 那我看一看 看到有聲音 還有一件沙跡 OK 行 我會追 那你明白我們有什麼事情 這些就是黑暗細力的看法 所以今天有幾位良心的支持 所以就不同了 這個是錯的 良心是不存在幾個數字 良心都是一個 一向都是高軍奮戰 不過如果你說這一套 簡單來說 這套我自己覺得的亮點 在哪裏 就是其實在小朋友那裏 喜歡的地方就是 有一套動畫 是把小朋友行事的方針 他一些人的動靜 寫得很好 真實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他帶出一個對比 就是怎樣觸動到大人 和大人的想法有什麼不同 好記得就是第一集 媽媽就要回來的那一句 第三集 怎樣不想認 自己是有做錯事的一件事 那這個就是 正正是故事的張力的位置 那是小朋友那種想法 那是小朋友那種想法 那這個是好看的位置 我覺得 那些小朋友真的 很有小朋友那種 天真和任性 可以有權力的任性 聲演犬寵家 即是犬寵公平的 數學教師的女兒 叫做Mukia 犬寵奏 其實那位不是聲優 其實是十歲的 現在正在拍劇 叫做同聲 其實正在拍大和劇 還有有時在日劇 正在拍同聲 基本上不是做聲演 我有看過他們事前宣傳的時候 中村友和米愛伊他們的節目 那個感覺真的挺像 節目真的好像是甚麼呢 兩個大人不知道怎樣 應對小朋友那種感覺 其實不如先講一講 小小的故事內容 就是犬寵家 做數學教師的男主角 其實因為她的太太 多蕙半年前病死了 然後遺留了女兒 Mukia 即是阿舟 遺留了這幾天 其實沒有人煮飯 在家裏工作忙 那女兒每天都要 才可以買飯盒給她 然後幼稚園回來 有一天發現她吃東西 又覺得不好吃 但女兒又不太怨她 有一次到上櫻花 爸爸帶了女兒去看上櫻花 剛巧遇到她的學生 小鳥 每天早見三節飾宴 他媽媽經常上電視鏡廚 或者名義家 方太教廚 即是李太或方太或麥太 看到她吃完之後覺得很好吃 然後就說 留一張卡片給她 但又吃不到 有一次阿舟聰遲了回家 突然回家 看到她的女兒 就對著飲食節目的電視 就趴在電視上 突然流了 然後就說 很好吃 肉很軟 很軟 她突然回頭一行 看到她的爸爸回來 就說 可不可以叫爸爸寫一封信 給媽媽 就說她很想吃這個 這次她的爸爸 突然整隻手拿著放盒 突然跌出來 然後就說 抱著女兒去 希望去那間食堂試試 可不可以帶她去吃得好少少 就覺得有點虧欠了女兒 其實整套東西想哭的位置 很多人說哭的就是 她說電視的位置 因為很多人很觸感 就是那個位置 糟了 我想到那條街這麼熟 好像沒有做東西的地方 我們去婦人會見過 她走進去看多遠山 那條街 她取景也是那個位置 那條商店今天就是八商 經常出現那條商店街 真的很傻面 我都為事出聲 你出什麼鬼聲 有馬 人家在說感動 我也感動 我只是想想 你說地理位置 當然 我也沒有有馬很多 這方面 我在想什麼 那一刻 我在想 不是應該去高級餐廳嗎 你想吃媽媽的家常菜 怎麼會去高級餐廳呢 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想法 應該這樣說 都是那句 我理性上知道是需要感動的 是的 我理性上是知道需要感動的 我理性上當然是他們吃飯的時間 不是 我覺得感動這件事 用理性上已經開始有點奇怪 不是 你明白 他們叫肚子餓 然後去到沙子的店舖 然後去煮飯吃 到吃的時間 你看個小時 是七點之前的 我在想 你幾時開始煮東西吃的 其實我也是在這個位置 他們收東西放學 買菜 然後他們不是這樣做 是慢慢煮 跟他們一起玩 一邊煮 然後才吃飯 在七點前的時間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煮菜 過程其實 一個流程 其實是一個流程 其實不重要 就是說 我不需要看到好像食棄之靈 那樣 那些飯會閃 吃完之後會爆衣 也不是幸福圖鴨 那種要很著重 如何攀調食材 是的 他們著重發生 這件煮食事件的契機 幸福圖鴨 那些是看他吃東西 吃到好吃的東西 那種幸福的感覺 簡單來說 是吃傷的問題 也可以這樣說 這套和這套 是他們的幸福 就是煮食的過程 吃之後的附加 而且他那兩個 素老師和學生 小鳥 好像兩個都不太懂得煮食 那種 學烹飪的感覺 跟主題沒有關係 劇理的問題 其實 你看到現在是有點奇怪的 其實是 在小鳥方面 尤其是我覺得 你可以說是 他好像想煮食 但他又不點了 刀 然後就是什麼 純粹烹調 那就是借他的老師 就是插刀 其實我覺得他媽媽是一個名廚 他作為一個名廚的女兒 他會學攀任 我覺得是很理想 當然 但是因為他 拿不到刀 這個弱點 其實他經常都是 我不知道他這個刀具 是否是伏筆 但至少那個故事的理解就是 他媽媽是名廚 名廚到處去煮食 餐廳開不了 但是他的女兒 不懂用刀具 不懂用刀具 就是幫不了他媽媽 所以就幫不了店舖 所以他想店舖開著 就要他們來吃飯 其實就是 這個是故事劇裡的位置 不是啦 你的能心都錯了 告訴你 你明白 如果早見沙精這個女兒 是萬能百搭 好像是創真那麼厲害的 拿刀什麼都會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人一起煮呢 神經病 他就入了軟穴 你明白 他們要做到一個 好像家人那樣 有爸爸有什麼 有個女兒一起煮飯吃的 效果就是 我不會拿刀的 我就附在我旁邊做這件事 爸爸就拿刀錢這件事 女兒又附在幫你 或者這樣說 其實建構一個什麼呢 老公和老婆一起煮飯 給女兒吃 那種感覺 簡單而言 理性的客觀去說 小鳥是什麼 鼻胎 可不可以不要用鼻胎 你太黑了 我想說鼻胎的字 我也想說 我也不說這句 真的 很荒謬的字 取代品 曖昧可以嗎 你可以說這個一個 不過 頭石 頭石 好一點 終點 阿暢田 是我就不忍忍中村 真的 大佬不斷搶完這些女兒 早二三就給你搶多少次 因為那個位其實 正經歸少少說 那個位其實是 在模擬一個家庭 很互動 其實我也覺得有些曖昧的感覺 就是 你要一個人 要一個獨身男人 過來家裡煮飯 好像養著女兒 感覺是有點曖昧的 你要明白 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這樣看 是一件很不應該的事 但是什麼呢 當阿公平和老師 和他的同事說 我這麼親近的女同學 是不是不對呢 然後那些人說 他們的表情說 事實亂有什麼問題 照去啊 沒問題的 你去吧 他們的同事是惡魔 反而覺得這個世界裡面 應該都很好人 尤其我最深刻的 就是第三集裡面 那個媽媽 完全不是怪獸家將來 幼稚園的媽媽 很好 那個媽媽 不是那些會在說 什麼家將 他會上電視Cospe 那種 不是他在說那個小朋友 另外那個 吵架的小朋友 那個媽媽 這套東西都是說 這套東西 寄人全部都很like 我心裡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都是好人 對 純粹是樹形太黑 我沒有可否認 我是 不是不是 這個世界是黑 OK 你看一下學校 你女兒有事嗎 快點走快點走 不要開工了 不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為何說第一第三集 感動的那個位置 就是這樣說 其實第一集我已經說了 其實她的武器 突然想到她的妻子 那一幕反而不太觸碰 但是第三集 為何又突然觸碰 那些人說 第三集又出來 其實她說回她的女兒 說她拿了些子點肚 為了幫她的爸爸生日 做個禮物 其實那一段 有個復活 在她煮食的時候 她的女兒因為覺得 她好像自己不乖 而她的爸爸感覺到 好像女兒為了她 而去吃那些死蜜 而其實這是一個很pure的reaction 就是感動 就是家庭那種 而我們看下去 就是因為 那女兒在這半年內 是沒有了母愛 好像沒有了家庭 那家庭散了 沒有了一些不完美的情況 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去令到那個情況昇華了 所以為何有些女聽眾 或者可能有些觀眾看完之後 覺得真的很有趣 而是很久都沒有感覺上 這些感覺出來 是有些原因 我覺得就 我沒有了可笑 哈哈哈哈 不應該都說完了 你留心的代表 我多了一個人 我想說每一季都需要一套治癒 那這一季應該是她 算不算是治癒呢 我又不敢這樣定義 我叫溫馨翻 我想 最少不會先去 那個治癒的地方 不是那種看完之後很放鬆 看完之後很溫暖 那種感覺 溫馨翻 其實還沒有去到治癒的 而且上季有這個Fying Witch 今季有這套閃電 天真與閃電 我覺得不同的 兩個字 那個是輕鬆遊閒的那種放鬆 不是 應該是治癒的南海少女 不過再說 但這一套 對我來說 她是一個 看親情 其實是 親情 其實我想是 白兔堂那種親情 對 但她跟白兔堂 我覺得有一點質疑不同 白兔堂那邊 其實她已經獨居了很長時間 即是那些什麼 煮飯那些 自己沒有問題 但這套就不同 這套公平 其實就是 煮飯是她的弱項 或者這樣其實會觸碰到 人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她很貼近 現在的 社會 的生活裡面 你無論你父母 可能都要出去做事 再不是家庭主婦式 其實那種這樣的感覺 即是看那些動畫 那些人都會覺得 她感覺到無論你是子女 還是還是 你已經出來做事 你可能有小孩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 甚至乎 其實看這套 應該看公平的那種 身兼母職那種感覺 其實 這件事才是重點 對 最後就是看她怎樣去找 算了 你不要再會這樣做 你不讓有雜角佬 你可能會這樣說 我要一個新媽媽 強仔痴弱學生 不會的 她不會留意到 她媽媽不在 不是那個編劇 紅毛女的編劇 OK 原作應該不是這樣的 我猜 我不知道 我講一下 原作差不多 不過原作的畫質 就有一點點不同 而且 鳥草小 其實那個故事 不是差太遠 其實 頭三個 跟原作的媽媽 我以為你說 我以為你說 我猜一方 我也想說 原作真的會有這個極復 原來 大家誤會了 甚至乎 我覺得這套是一套烹飪的東西 即是說怎樣煮食 他三集都有說這套東西 嗯 這套就 溫暖到最後 給大家 今季都有不少 心靈治愈向的作品 好像是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李漢 我猜